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这个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咱们财管里边 也叫做负任股权证的一个债券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在历年真体中的一个考察方式 那其实主要是包括了两种 一个就是19年的那道题目 就是直接给出了一个财务数据 然后分别判断是否符合 三类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好,那第二种考察方式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给出一些观点和态度 要求咱们考生进行判断对错 并且来阐述理由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的看一下 关于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内容 好,首先先来看一下 我们付认股权证债券筹资的一个优点 好,那首先它就是一次发行 两次融资 可以有效地降低咱们的融资成本 因为这种付认股权证的一个债券 其实它是两个证券产品 一个是认股权证 一个就是普通的公司债券 那在这块我们在最开始发行的时候 可能帮助公司来进行了一次融资 那另外第二次呢 就是咱们这个认股权证 如果说持有人他选择行权 那这时候认股权证行权 会给公司再一次带来一些额外的资金方面的一个收入进来 所以这里边它是一次发行 两次融资 能够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 好,那这块什么叫做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 那请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在这里边按照咱们财管教材 它的一个观点 它是说呢 我们这种赴任股权证去筹集资金的这个债券的发行人 它往往呢 是一些高速增长的一个小公司 好,那由于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小公司 其实呢 它的一个经营风险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如果说它的风险很高 那这时候如果说咱们直接 简单粗暴的去发行公司债券 那这时候由于高风险 我们这些投资者肯定就会要求一个高收益 因此呢 从筹资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票面利率 那在这个时候 它的融资成本就太高了 那这时候呢 发行人就去县救国 想了一个办法 我去发行呢 赴认股权证的一个债券 那这样子 由于我附带了一个认股权证 它其实呢 是以潜在的一个股权稀释 作为代价 换取了我们这个公司债券 一个比较低的利率 那它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有效的降低咱们的融资成本 好,那在这里边 作为我们的筹资工具 认股权证呢 与公司债券同时发行 用来吸引了投资者购买 我们票面利率 低于市场要求的一些长期债券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个赴认股权证的债券 其实这个发行人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股 还是为了发债 你注意它其实的目的 是为了去发行债券 只是说呢 由于咱们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小公司 我正常的去发行公司债券 可能这个票面的利率太高了 因此呢 我附带一个认股权证 从而可以达到一个有效降低 票面利率的这么一个目的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它筹资的优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筹资的缺点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灵活性比较差 因为呢 咱们没有赎回和强制转换的一个条款 因此呢 在市场利率大幅降低的时候 发行人需要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 好,那在这块呢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是对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们是有赎回条款的 那这个赎回条款 往往是在呢 市场利率去下跌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选择进行赎回 通过债务的一个置换 拆东墙,补西墙 我以当前一个市场利率较低的水平 发行新的公司债券 这个时候用回笼的资金 去赎回之前的一个公司债券 进而达到一个有效降低 公司融资成本的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呢 对于付任股权证的一个债券 往往可能呢 咱们就没有这个赎回条款 那这时候如果说市场利率大幅降低 那这时候公司肯定呢 还要按照之前我们商定好的一个 比较高的利率水平来支付利息 因此要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 好 那在这块他谈到的是市场利率大幅降低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当公司的股票价格大涨 那这时候如果说一旦超过任股权证中规定的一个行权价格的时候 会使得我们的原有股东呢 要蒙受损失 好那在这块 付任股权证的一个债券的发行者 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行债券 不是发行股票 只是无奈之下为了降低我的发债成本 所以我附带了一个期权 那这时候任股权证 它的一个执行价格 通常呢 也会比发行时的股价高出20%到30% 好那这块他谈到的是 如果公司股票价格大涨 那其实呢 会损害我们原有股东的一些利益 好那接下来第三点 就是付任股权证债券 我们的一个承销费用 通常呢 会高于债务融资 因为我们毕竟是发行了两个证券出来 所以说它的承销费 肯定呢 是要更高一些 那这块也是呢 付任股权证债券筹资 它的一个缺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主板上市公司 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的一个条件 好那在这块呢 我们现在谈到的 仍然是主板上市公司 我们去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所以它仍然呢 是有一般条件 有特殊条件 也就是上市公司公开发行 任股权和债券 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除了要符合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证券的 一般条件之外 我们还应该呢 符合下列的一些特殊条件 好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公司最近一期末 我们经审计的净资产 它是不低于 也就是大于等于 人民币15亿元 好那在这块 稍微有一点点 矛盾的地方 请大家呢 稍微去理解一下 我们这里边给大家谈到的 其实呢 是根据我们国家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所谈到的 在中国大陆 如果说是一个主板上市公司 我们想去公开发行 分离交易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这时候 我们最近一期末 经审计的净资产呢 应该就是大于等于 人民币15亿元 而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 它呢 应该是高速增长的小公司 其实是财管教材里边的 一个观点 所以它有可能呢 和经济法这边 在这个点上 在这个发行人的问题上 可能稍微会让大家觉得 有一点点 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 高速增长的小公司 可能你这个 最近一期末 经审计的净资产 可能呢 不会达到15亿元这么多 所以这块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点 主要呢 是因为不同的教材 它可能收录 和表达的观点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稍微呢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就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我们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不少于呢 公司债券一年期的利息 也就是要求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能够覆盖掉公司债券 一年期的利息 好 那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要求 它说呢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金额 平均呢 不少于公司债券 一年的利息 但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不低于6%的公司 除外 好 那这个条款 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稍微给大家拆解一下 其实这个条款它说的就是 这两个指标 我们只要二选一 满足其中一个即可 或者是我们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金额 平均呢 不少于公司债券 一年的利息 或者是我们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不低于6% 这两个条件 只要满足其中之一 其实这个括号三 就算咱们满足了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括号四 那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括号四呢 是2020年从咱们教材中删除出去的 那其实呢 它也是一个误删除 只不过说呢 可转债那边 2021年把这个条款给它恢复了 但是呢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这边 2021年这个条款也没有恢复回来 但是这块呢 我是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给大家呢进行了一个整理 给大家补充进来了 所以呢 关于这个条款 我们不做强制性的要求 因为毕竟呢 咱们经济法教材 关于这个点 它其实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如果你不掌握 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实务中 遇到了相关的内容 那你要知道 其实呢 这个条款 我们这个要求 还是有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它说的是 本次发行后 累计公司债券的余额 不超过呢 最近一期末 净资产额的40% 那我们呢 预计所付任股权 全部行权之后 募集的一个资金的总量 不超过 你发行公司债券的一个金额 好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发行后 公司债券余额 小于等于 最近一期末 净资产额的40% 好 那在这里边呢 给大家谈到的 是主板上市公司 我们去发行 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的一些特殊的条件 那请大家呢 还是稍微来盯防一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稍微注意一下 说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负任股权证债券 它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究竟是什么 好 首先第一个 就是呢 我们狭义的这个可转债 在转换的时候 其实只是报表项目之间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从负债变为了所有者权益 它其实是资产负债表右边的一个此消彼涨 我们并没有呢 增加新的一个资本 而这块如果是付任股权证的证券 在行权的时候 我们在认购股份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给公司呢 带来新的权益资本的 好那这个点 其实呢 之前我们在历年真题里面 考过类似的一个表述和观点 那大家呢 一定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来记忆的 好那第二个 就是灵活性是不同的 我们狭义的可转债呢 发行者可以去规定一些赎回条款 和强制转换条款等等 种类比较多 而我们付任股权证债券 它的这个灵活性呢 相对来讲会差一些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适用的情况不同 我们发行任股权证债券的公司 比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公司 规模呢 要小一些 风险也更高 往往是新的公司 启动新的产品 好那这个表述 请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呢 它也是来自于咱们财管教材 所以呢 大家稍微去注重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来看一下 如果说呢 是付我们任股权证券的一个 发行者 那在这个里边 其实我们发行的目的 付任股权证的这个债券 这样的一些公司 它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发债 而不是为了发股 那我们为了发债 而附带这样的期权 只是呢 因为当前的利率 可能要求太高了 我们希望通过捆绑期权 来吸引足够多的一个投资者 进而呢 可以降低一下 咱们的一个利率 所以说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我们这个发行者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债 不是为了发股 而与之相对应的 如果咱们是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发行者 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股 而不是为了发债 只不过说呢 由于当前 它会觉得自己公司的股票价格 被低估了 所以呢 当前股价偏低 那它通过呢 希望通过转股的形式 来实现 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来发行股票的目的 所以说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人 它的目的是为了发股 而不是为了发债 好 那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再接下来呢 就是发行费用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承销费用呢 和普通的债券是比较类似的 而付任股权证债券的 一个承销费用 它会介于债务融资 和普通股融资之间 好 请大家注意一下发行费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几个历年真题 来给大家呢 进行一个回顾和梳理 那首先先来看一个 比较经典的19年的这个Q5 好 那19年的这第五个问题 虽然说呢 咱们在历史上 只考察过一次 但是其实这个题目 非常非常的经典 那非常值得大家呢 在今年 反复的借鉴和进行练习 那我觉得 迟早有一天 命题老师会在这个点上 来一个回头看 好 那我们一起呢 来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首先呢 他说的是财务部的主管 石梅 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进行梳理的时候 就发现 公司最近三年 没有发债记录 且累积公司债券的余额为零 那根据A公司最近三年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 公司呢 公司呢 最近三年 年均可分配利润呢 是5000万元 最近三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是7% 那在这里边 是以扣非前后的熟底者 来进行计算的 我们最近三年呢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进额 平均呢 是2500万元 那2015年末 我们的净资产呢 是10亿元 据此 10媒呢 就建议公司公开发行 利率为8%的 3.5亿元的一个公司债券 那债券的类型 可以是普通债券 可转换债券 或者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那让我们呢 就根据资料 主向的分析一下 A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是否符合10媒 他所建议的 三种类型的 公司债券的一个 公开发行要求 简要呢 说明理由 好 那在这块 其实呢 我们这个问题 就放在这里了 应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它其实呢 就是通过 公司特别重要的一些 关键性的财务指标 给到了我们 然后呢 就问我们 它是否符合 我们三种类型 公司债券的一个 公开发行要求 那如果说 我们想把这道题 回答好 那其实呢 是需要大家 对于普通的 公司债券 可转债 以及呢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我们这个公开发行条件里面 涉及到的财务指标 我们必须呢 要做到一个 耳熟能详 好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如果咱们是公开发行 普通的一个公司债券 那其实我们的要求呢 非常简单粗暴 其实就是一个 那就是谈到的 最近呢 三年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年均可分配利润 一定要能够覆盖掉 公司债券 一年期的利息 好 那在这里 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公司最近三年 年均可分配利润呢 其实是5000万元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公司债券一年期的利息 那这块 我们的利率呢 是8% 然后呢 我们是发行了 3.5亿元的一个债券 所以说这块 你用3.5亿元 乘以8% 那其实呢 能够发现 其实我们只要 2800万元 其实我们的一个 利息呢 就出来了 所以说 我们最近三年 年均可分配利润 是可以覆盖掉公司 一年期的债券利息的 所以说 对于发行普通的 这个公司债券 我们是符合条件要求的 好 那接下来再来 对于发行这个 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对于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其实主要的财务指标呢 一共是三个 分别第一个呢 仍然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最近三年 年均可分配利润 必须要覆盖掉公司债券 一年期的利息 好 那第二个呢 其实谈到的就是 最近三年 我们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要大于等于6% 那我们这里边呢 已经是7% 所以说这个条件 也是符合的 好 那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累计的 公司债券的余额 要小于等于 我们最近一期末 净资产的40% 好 那我们2015年末 净资产呢 是10亿元 乘以40% 应该是4亿元 而在我们发行后 公司债券累计的余额 是3.5亿元 它其实呢 也是满足 这第三个要求的 也就是最近一期末 净资产的40% 好 那这个要求 我们也是满足的 所以说呢 对于可赚还公司债券 这三个要求 我们都是满足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那关于分离交易的可转债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4个指标 当然最后这个40%的这个指标 如果你不愿意去记的话 我们教材呢 确实是不存在 所以你不记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第一个指标呢 其实是说 我们最近一期末 我们这个公司的净资产 应该是大于等于15亿的 但是呢 很遗憾 我们2015年末 净资产只有10亿元 所以说这第一条 其实呢 就被卡死了 好 那第二个条件呢 是说 我们公司最近三年 那年均可分配利润 足以覆盖掉公司债券 一年期的利息 那这点 我们是满足的 好 那第三点要求呢 其实是二选一 也就是我们最近三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能够覆盖掉公司债券 一年期的利息 但是这块 咱们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平均呢 只有2500万 它没有办法去覆盖掉 一年的利息 2800万 但是呢 我们注意 这第三条 它其实是两个指标 二选一 那除了这个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最近三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大于等于6% 那这块 我们最近三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呢 是7% 所以说这第三个条件 它在二选一当中 我们只要走这个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这个指标 所以它其实呢 也是满足要求的 好 那最后一个要求呢 就是仍然是 累计公司债券余额 小于等于最近一期末 净资产的40% 那在这块呢 这个条件 由于今年 经济法教材并没有收录 那大家呢 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你要不要对这个条款 来进行掌握 好 那这块谈到的是 公开发行 我们分离交易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那其实呢 这道题 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对它进行回答 可能大家呢 已经发现了 说这里面涉及到理解性的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了 只是说呢 可能从综合阶段的考试而言 需要大家呢 比专业阶段 你要更上一层楼 你要能够自己 把我们不同类型的 一个公司债券 公开发行的财务指标条件 你要能够自己 把它架构出来 把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指标 一些条款 给它说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稍微快速的带着大家 来看一下相关的答案 好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呢 公开发行 我们普通的公司债券 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唯一的一个财务要求 就是呢 最近三年 平均可分配利润 足以呢 支付公司债券 一年期的利息 那在这块 我们最近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 是5000万元 那我们这个利息的话呢 一年是2800万 因此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 就是公开发行可转债 公开发行可转债呢 其实是三个指标 首先第一个 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不低于6% 那这块 我们题目已经给出了 我们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值呢 是7% 因此这点 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好那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本次发行后 累计公司债券的余额 不超过最近一期末 净资产额的40%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的余额呢 就是3.5亿 而我们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 是10个亿 乘以40% 它是有4个亿的 因此这个指标 我们也是符合要求的 好那第三个指标呢 就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必须能够覆盖掉 公司债券一年期的利息 那这个和我们公开发行 普通的公司债券的要求一样 那这个点呢 我们也是符合要求的 好那接下来 再看一下公开发行 分离交易可转合公司债券 和财务数据有关的要求 那首先第一个 最近一期末 经审计的净资产 大于等于15亿 那我们这块呢 只有10个亿 因此它是不符合要求的 好那第二个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我们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要求覆盖掉公司债券 一年期的利息 这个呢 分析过很多次了 我们是满足要求的 好接下来第三个 是两个指标 二选一 一个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那平均呢 不少于公司债券 一年期的利息 那这个点其实我们是没有满足的 也就是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呢 只有2500万 没有覆盖掉2800万的一个利息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指标 也就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大于等于6% 那这个条件咱们是符合的 因为我们最近三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达到了7% 所以这个点呢 我们也算是符合要求 好那最后一个点呢 是这个债券余额的问题 那这个点 由于咱们今年经济法教材呢 并没有收录到它 所以这块大家愿意掌握就掌握 你不愿意掌握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呢 你稍微去看一看这个点 来多掌握一点 毕竟呢不是什么坏事 好那关于这道题 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 其实还是想多啰嗦一句 就是呢综合阶段 特别是诗卷2 其实呢很多东西 老师能够传授给大家的 其实非常的有限 我能够帮助大家做到的是 我们去签订一些 考试重要的一些知识点 我给大家把这些知识点 如何理解 如何记忆 把容易混淆的给大家进行对比 但是呢最后真真正正 还是要靠屏幕面前的 各位小伙伴 你一定是要去消化吸收 把这些内容呢 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一个知识 你比如说这道题 其实涉及到的 我相信 其实没有超越 正常人的一个理解范围 但是大家可能觉得最难的 第一 就是这个相关的财务指标 你目前的可能还没有办法 完全的充分进行背诵记忆 你没有办法自己 通过自己的能力 把这个不同的一个发行条件 给它架构出来 好那另外一个困难 可能就是你还没有经受过 自己动手去写历年真题 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锤炼 所以说这块呢 只能是靠屏幕面前的大家 自己下来之后 多努努力 多用用心 好那这个考察方式 虽然呢只在2019年出现过一次 但是我觉得其实以后 它的设考可能性呢 也会特别多 而且这个以后的设考可能性 只会增加 不会降低 为什么呢 其实以前啊 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 咱们给财务指标 判断发行条件 除了公司债券可以怎么考 我实话实说 IPO也考过 也就是给你一个公司的 一个主要的财报 然后呢 要求咱们考生 分别去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符合主板的IPO条件 它是否符合创业版的IPO条件 但是大家呢 可能已经发现了 今年我们这个创业版修改掉了 比如从核准制改成 我们的注册制了 那这时候呢 创业版就是IPO的这个指标 我既考主板 又考创业版 其实这个考法已经不太可能重现出来了 因为创业版这边 我们今年的发行条件 在更改完之后 和财务指标相关的内容 不是特别多了 那换句话说 关于创业版的IPO条件 如果要考的话 它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观点和态度型的题目 来考察 为主流的一个考察方式 那所以说 给你一套财务指标 分别问你不同的发行条件的这种考法 这种重任 它就只可能发生在公司债券这边了 所以说呢 这个点 我们今年的这种考察方式 其实2021年 它设考的可能性呢 只会增加 不会降低 所以这块 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永续债的问题 好 那永续债呢 其实它虽然说 名义上是一个债务 但是呢 它其实是具有一定的权益属性的 但是呢 它虽然说具有一定的权益属性 但是其实你本身还是一种债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债券的持有人 我们这个投资者 我们并不能像普通股股东一样 来参与企业的决策 和参加到公司的一个鼓励分配中来 所以这块呢 大家首先 关于这个永续债 它的一个特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特点 也不难于去记忆 你稍微呢 有这么一点点 这个理论的一个基础 应该说呢 是可以去理解到它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的永续债呢 持有者除了公司破产等原因之外 通常来讲呢 是不能要求公司 去偿还本金的 我们只能呢 定期的来获取利息 好 那如果说 我们这个发行人 出现了一些破产重组等等原因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债务偿还的 一个顺序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个永续债的偿还顺序呢 它会在一般债券之后 但是毕竟 我们是一个债的属性 所以呢 它会在普通股之前 来进行偿还 所以这块 从这个债务偿还的顺序 大家呢 稍微去盯防一下 好 那接下来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又是今年新增的点 而且这个新增的点 前面我们在讲优先股的时候 给大家谈到过了 就是呢 我们去看优先股 也好 我们去看这个永续债也好 你不要特别狭隘的 看它的名字 究竟是叫股 还是叫债 而是应该按照金融工具的准则 来对它进行分类 好 那我不管你是叫什么名字 如果根据金融工具准则 把你分为金融负债 那你就是一种债 你是可以在税前呢 去扣除相应的一个利息的 好 那如果说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把你分为呢 权益类型的一个工具 好 那在这块 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那这块相应的一个利润分配 都应该呢 是在所得税之后来进行的 它是不可以税前去抵扣的 所以这里边 请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表述 那这个表述呢 其实是和我们金融工具准则 有所关联 让咱们教材里边的这个观点 更加严谨一些 好 那大家呢 还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来进行记忆 好 那这块 我还是带着大家呢 把这段话 我们好好地品味一下 因为毕竟呢 它是2021年新增的一个表述 如果说命题老师在这个点上 去考察一个观点和态度型的题目 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说企业发行的永续债 或者是优先股 我们应该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来进行分类 对于分类为金融负债的永续债 或者是优先股 不论它的名称中是否包含了债字 那它的利息支出或者是股利分配 原则上呢 可以按照借款费用来进行处理 可以进行税前的抵扣 并且呢 在基础之上去计算税后的资本成本 那如果我们分类为 权益工具的永续债或者优先股 那不管它的名字中 是不是包含着股字 那它的利息支出或者是股利分配 就应该呢 当作企业我们的利润来进行分配 它是不可以在税前进行抵扣的 因此呢 它相关的成本就已经是我们的税后资本成本了 好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关于这个永续债呢 其实我们历年的一个考察方式 无非呢 就是给出相关的一个观点 要求咱们考生呢 去判断并且阐述理由 那应该说其实从混合筹资的角度来看 在咱们优先股可转债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面前 永续债呢 真的算不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所以说呢 大家稍微的花一点时间和精力 给到它就可以了 那这个点呢 之前也就只有在2020年的时候 考过这么一次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其实呢 我们整个第三部分 再给大家讲解的是混合筹资 那这个混合筹资给大家介绍了优先股 那你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关于优先股的一个发行条件 2021年呢 有非常多的一个新增 那这块的话 可能今年 命题老师在命题的时候 就不仅仅局限于发行的主体 数量和金额上 它可能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考察 那这个呢 还是很有可能的 好 那第二块内容呢 就是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绝对是咱们综合试卷 测试二下卷里边 最为重要的一个指示点 好 我都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请大家呢 务必严防死守 好 那接下来下一个指示点 是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这块呢 大家着重的 把握两个层次的东西 一个呢 是关于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的一些特征 特点方面的 比较呢 偏定性一些的内容 那另外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发行条件 好 那这块我稍微多说一句 就是呢 在咱们专业阶段 经济法教材里边 今年呢 关于这个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其实删除掉了一些呢 关于交易的一些内容 所以说可能你会觉得 说前两年 还有的一些内容 怎么今年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好像已经不见了 那主要是因为呢 专业阶段 进行了一定的删减 所以说呢 能够保留到 我们综合阶段的 已经都给大家列示出来了 所以说呢 有一些知识点 是今年进行了删除的 那具体删除了哪些 也没必要呢 让大家过多的去牵扯精力了 反正这块 你就按照我给大家书里的讲义 来进行掌握 应该说呢 已经是非常全面的了 好 那最后呢 又给大家说了一下 永续债的问题 那这个永续债 你更多的就是从定性的层面 了解一下它的概念 特征 和一些特点等等 去盯防一下观点和态度型的题目 就可以了 好 那关于这个混合筹资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好 那讲解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不着急往下走 我们在这块呢 先简单的 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 我们前三个部分 我们前三个部分呢 其实在给大家讲的 就是公司的筹资方式 那给大家呢 讲解了股权筹资 我们的债务筹资 以及呢 混合筹资 其中呢 股权筹资里边 我们最主要的 其实在给大家阐述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发行条件 包括了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 也就是所谓的IPO 我们呢 也给大家讲了 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相关内容 好 那在债务筹资里 其实主要是两块 一块呢 是公司债券 一块呢 是长期借款 那在这里边 重中之重 肯定还是咱们的公司债券 好 那在混合筹资里边 其实重点呢 还是优先股可转债 以及呢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那这块 希望大家 能够听到这里的时候 先呢 停一停 我们先梳理一下之前 给大家进行的一个讲解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要给大家 来讲解一下 我们2020年 A考试真题的两道题目 它其实呢 是紧密围绕着 公司的一个筹资方式 来进行考察的 也就是说 这两道题 它其实表现出了 我们2020年 命题的一些 新鲜的思路和方式 是非常值得大家呢 重点来进行关注的 好 那这两道题 它的一个考察特点就是 在我们之前考察的时候 可能往往 比如说咱们针对 可转恒风思债 那我可能就针对 这一个特定的一个对象 给出你 比如说六到八个 甚至是十个不同的观点 态度型的题目 进行考察 又或者呢 我给出你一个发行方案 要求你去找出不妥之处 好 如果说我考到IPO 那我可能就是 给出一些财务报表的数据 然后呢 要求咱们考生来判断 说是否符合IPO条件 又或者我仅仅针对这个IPO 给出你六到八个事项 然后要求咱们考生呢 主项判断 就是以前关于公司筹资方式这块 我们呢 其实都是就着每一个具体的主题 来进行考察的 但是你会发现 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个题目难度进一步的升级 它是怎么来考呢 它是把整个关于和公司筹资有关的内容 通通给你混淆起来 给你做一个大拼盘 也就是任何一个点 我都涉及到一个两个小问 那这样一到两个小问设计出来 你就会发现 整个这道题拆得非常非常散 所有的不同的内容 都有可能被考到 那其实这样的一种考察方式呢 有好有坏 怎么来说呢 好的地方就是说 它其实更加公平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以前考到每个点 可能你没有复习 这时候分就没有了 好 如果考到一个刚好你会的点 这个分呢 你就全得着了 它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大范围的一个考察 那这时候呢 其实就比较公平的 反映出来每一个考生 我们的一个基础和实力了 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考察 说你把所有的题目都给它做对 可能确实要求特别高 但是呢 你所有的题目全部都不会做 这个可能性呢 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去更好 更客观的 能够去测试出一个考生 你关于公司筹资这块 你到底下了多少功夫 你的这个实力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它可能这个测试 会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客观 但是呢 比较坏的地方就是 既然2020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考察方式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对它进行一个重点的盯访 来指导我们2021年的复习备考 那你就会发现 整个关于公司筹资方式里面 可能以前有一些细节性的地方 我们就这样随便的带着大家简单的过一下 但是呢 为了应对2020年的这种考法 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前半部分的这些讲解 其实应该说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细了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2020年 它的这个考察方式 稍微出现了一点点变化 那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这种方式呢 比较损 那所谓的比较损 其实呢 就是说 它在各个点上都有可能出题 是一个全面开花的过程 你比如说考到发行条件 我可能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一个观点 然后迅速的就蹦到优先股 又考一个点 我又迅速的蹦到公司债券 又考一个点 这个全面开花 对大家的这个要求呢 其实是非常高的 你要对每一块内容都特别熟 而且呢 你要能够非常娴熟的 对这个不同的知识点来进行切换 调动起我们全部的知识储备 来回答相应的题目 好 那这块天花烂坠的 说了半天 那我们呢 说再多 其实呢 都不如一道历年真题 带给我们的多 那营养价值含量最丰富的 还是历年真题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历年真题 好 首先来看到的是2020年的第九问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为了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 A公司呢 就准备实施新一轮的融资 那财务部就有关的筹资方案 开展了内部讨论 那这时候张三 好 不是唐三 这个张三提出了以下的一些观点 首先第一个 债券的偿还呢 分为到期偿还 提前偿还 与滞后偿还三类 好 那这个表述到目前为止 还是正确的 好 接下来 其中呢 到期偿还和滞后偿还条款 必须呢 在发行债券的时候定立 但是提前偿还条款 则无需在发行债券时定立 可以由企业灵活操作 好 那这里边的表述 可能呢 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妥之处了 也就是提前偿还条款 我们也是呢 在发行债券的时候 就必须把这个条款给它定立好 所以这块 就是这一方面 出了一个细节性的小问题 好 那接下来 你就会发现 它这些不同的观点 其实真的就是把全部的一个 筹资里面的一些不同的特点 给你随机的呈现出来了一些 其实每个观点和每个观点之间 它探讨的都不是同样的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点 好 那前面这个可能尝试的 还是债券的一个问题 那你接下来看第二点 它说呢 与其他的筹资方式相比 普通股筹资 既可以去提高公司的一个信用价值 同时呢 也能够为使用更多的债务资金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那其实你可以明确的感受到 它就话题一转 直接来考察关于普通股筹资的特点 好 就是我说的 好 你的这个所有者权益提升了 你的家底厚了 那其实就意味着 这个公司的偿债能力变得更好 那它的信用价值会提升 同时呢 也能够为使用更多的债务资金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因为这个所有者权益 其实就是公司资产和负债之间的一个安全点 它是一个缓冲作用 所以当我们的所有者权益变大的时候 就可以为我们使用更多的债务资金 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好 因此这第二个表述其实是正确的 好 那接下来再看第三点 它说呢 一般来说权益资本成本是高于债务资本成本的 好 那这个表述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不妥支出 因为它已经说了说一般来说 所以这个表述呢 是非常的原则性的 而且确实我们就是觉得 说权益的资本成本 它确实是会大于债务的资本成本 因此呢 它说股权融资一定会增大公司的资本成本 从而减少企业的整体价值 好那这块考试的时候一定藏一个心眼 看到这种一定 非常绝对 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 我们不说它一定错 但是呢 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那其实呢 我们在讲解到这个权益融资特点的时候 给大家谈到过了 你应该分成两面来看 如果说呢 这是出于权益资本成本 高于债务资本成本的角度 确实它有可能会提升公司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但是 如果说咱们这个权益融资 它是朝着公司目标资本结构去演进 它使得公司达到了最优的一个资本结构 这个时候呢 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角度来看 我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好 如果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得到降低 那这时候整个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价值 它就不是降低 反而是增加 所以说呢 这道题的表述 其实过于绝对了 因为呢 这个股权融资 它有可能会使得公司的资本结构 走向非常合理 走向目标资本结构 好 那接下来来看第四点 公司在分配利润的时候 优先股股息呢 通常是固定 并且优先支付的 好 那这个表述呢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知道 优先股股东 它其实有两个优先 一个是优先分配利润 一个呢 是优先分配 剩余财产 因此优先股股息 它从财务的角度来讲 就是固定 并且呢 优先支付 但是当公司破产时 它说优先股的偿还顺序 在债券和普通股之前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优先股的一个偿还顺序 它其实是应该列后于债券 但是呢 优先于普通股的 但是我们这道题说 优先股的偿还顺序 在债券和普通股之前 那这个表述呢 其实是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块 又从我们普通股筹资 一跃呢 到了优先股这里 好 那接下来来看第五点 它说呢 永续债 虽然是债务工具 但是呢 具有一定的权益属性 好 那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好 继续往下来看 说因此呢 其投资者 可以像普通股股东一样 去参与企业的决策 和股力分配 好 那这个说的就比较扯了 因此呢 对于这个永续债的投资者 我们是不可能像普通股股东一样 来参加到企业的决策 和股力分配中来的 因此这句话呢 其实错 主要错在了后半句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点 它说的是 相对于可转换债券 付任股权证债券 因为呢 没有赎回 和强制转换条款 因此呢 当市场利率升高时 我们发行人 需要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 好 那在这里边 确实呢 咱们付任股权证的一个债券 它没有赎回 和强制转股的一个条款 但是这块 我们需要承担一定机会成本的 前提 是当市场利率大幅下跌的时候 也就只有当市场利率下跌 那这时候 由于咱们没有赎回条款 我不能够对这个债务 进行一个有效的置换 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 所以我需要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 所以它这个条件 不是市场利率升高 而是市场利率大幅下降 大幅下跌的时候 所以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综合阶段的考察 它既要求呢 你对于这个知识点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 但是呢 在审题的时候 一定是要非常非常认真 因为呢 细节之处 往往蕴藏着魔鬼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七小问 它说呢 可转换债券 回收条款 可以呢 使得我们发行人 避免在我们市场利率下行的时候 继续呢 向债券持有人 按照较高的一个债券的票面利率 去支付利息 而蒙受损失 好那在这里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第七小问 那这第七小问 它描述的是一个回收条款吗 你注意 这第七小问 它其实描述的是一个赎回条款 那在这里呢 可能就会涉及到 命题老师的一个 命题手法的问题了 好我们稍微回到上一页幻动篇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在这一页幻动篇里边 我们涉及到的 这个命题老师 关于这个观点态度的一个命质手法 它其实呢 是正话反说 也就是呢 把一个方的 给你说成一个圆的 把一个高的 给你说成一个低的 把一个不能 给你说成能 好 把一个在前的 给你说成一个在后的 把一个多的 给你说成一个少的 它其实是在取反译词 那这种取反译词 也就是所谓的正话反说 那这种命题方式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考生而言 你是非常好去辨识出来的 因为这里边谈到的观点 它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说呢 是完全180度的相反 你是很容易把它辨析出来的 但是你看一下这第七小问 它损就损在 把赎回条款和回收条款 给你做到了一个张冠礼带 那这样子的一个 干扰选项的命制方法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 一个隐蔽性的 你必须对赎回条款 和回收条款 保持非常敏感 你才能够把这道题里边 这个陷阱给它发现 所以这里边 张冠礼带性的一个 干扰选项的命制方法 它的这个杀伤力 其实是会比正话反说 强非常多 所以这里边 关于这第七个小问 请大家呢 不仅仅从知识点的角度 来注意一下 你还要从命题老师 他命制干扰选项的 这个手法的角度 来剖析一下 那其实呢 我们2019年的那套卷子 有非常非常多 张冠礼带的一种命制方法 那其实2020年这套题 应该说呢 还是适可而止的 还是保持了克制的 那我们将来 讲到2019年的那套题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一下 说那套试卷 那这个张冠礼带的手法 那用的真的是 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 好那我们继续呢 往下来看第八题 他说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票面利率 我们呢 低于同一条件下 普通债券的利率 因此 他的筹资成本 比普通债券要低 那这块呢 仍然是分成两部分来看 首先从票面利率的角度来看 可转债公司的票面利率 确实呢 是会低于同一条件下 普通债券的利率 但是 如果咱们考虑 转股之后 把这个转换为普通股之后的 这个融资成本 给它拉通来看的话 我们可转债的筹资成本 其实绝对是会比普通债券 来的更高一些的 所以这里边 它又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那这种正话反说 其实你去挑错 是相对来讲呢 比较好挑的 好那接下来 再看一下第九点 他说虽然可转换债券的 转换的价格 高于其发行时的股票价格 但是如果说转股的时候 股票价格大幅上涨 那公司呢 只能以约定的固定的转换价格 来换出股票 这个时候会降低公司的一个 股权的筹资额 好那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举到的 这个量化的例子 比如说当前的股票价格是8块 但是呢 我们约定的转股价格是10块 那如果说这时候 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到12 甚至是20块钱 那这时候即便 我们以10块钱的价格来转股 那肯定还是卖亏了 所以说会降低公司的一个股权的筹资额 好那这第9点 其实表述的没有问题 好接下来再看第10题 它说呢 可转换债券在转换的时候 能够给公司带来新的现金流 好那这个可转换债券 在转股的时候 它不会给公司带来新的现金流 能够给公司带来新的现金流的是谁 是那个认股权证 也就是付认股权证的债券 或者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好那这个第10题 其实你会发现 又有一点点张冠李贷的嫌疑在里面 但是呢 这个相对来讲好辨别 因为如果你从 能否带来新的现金流的角度 它其实呢 也是个180度的一个错误 所以在这里边第10题 大家呢 注意一下 好那关于呢 这个第9问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大家可能会发现 这道题考的真的是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成熟 也就是通过10个小问 其实我们基本上 把这个不同的一个公司筹资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和工具 分别都给你测试了一遍 而且它测试的这个角度呢 其实是侧重于财管的 就大家可以明确的发现 说2020年的这第9题和第10题 应该说呢 一个是财管的老师出的 一个是经济法老师出的 就是它其实储和汉介 还是分的呢 比较明确的 也就是这种拼盘式的一个命题的手法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带着大家呢 比较快速的来看一下 我们这道题的答案 好那首先第1个呢 说法是不正确的 就只有在我们发行债券的契约中 明确规定了允许提前偿还的 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个相关的操作 好那这第2个说法 它是正确的 好那这第3个呢 是说股权筹资 那如果说呢 我们用股权再融资 如果说我们朝着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方向去努力 那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是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 我们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好那既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降低了 整个企业的整体价值肯定是增加了 好那这一块呢 是我们股权再融资 它其实是有两个角度 要辩证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好那接下来第4个 就是说呢 当公司破产的时候 优先股的偿还顺序 应该是在债券之后 普通股之前 好那接下来第5个问题 说的是永续债 虽然有一定的权益属性 但是呢 它的投资者 并不能像普通股股东一样 来参与到企业的决策 和股力分配中来 好那最后 这第6个问题 它其实谈到的是 当市场利率大幅下降的时候 我们发行人 才需要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 好那接下来第7 第7的话呢 其实就是张冠礼贷 他把赎回条款和回收条款 给你弄混淆了 也就是我们这道题里边表述的 其实是赎回条款的一个目的 好那接下来第8题 就是呢 我们虽然可转债的漂面利率 会低于同一条件下的 普通公司债券的利率 但是你加入到转股之后 总的筹资成本 它其实还是会比呢 普通的债券筹资成本 要更高一些的 好那这第9点的表述是正确的 那第10个呢 是关于有没有新现金流进来的问题 那这个可转债 我们在转股的时候 只是报表项目之间的一个 此消彼长 并没有呢 增加新的现金流进来 好那在这块呢 就是关于我们2020年的 这第9个题 其实呢 是关于各种不同的 一个筹资方式 它的一个特点的一个拼盘 那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 像这种题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 基本上就是走马观花 走到哪 考到哪 那其实呢 对于大家这个基本功 要求一定要非常非常扎实 你才能够把这道题给它做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2020年的第10小问 这第10小问呢 它在命题手法上 其实它借鉴了第9小问 也就是以前 我们在去考察 某一个筹资方案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针对着 固定的 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 一个证券产品 来进行非常认真的探讨 把这个产品 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给它考的呢 是比较透彻的 但是我们这个2020年的第10问 它也是像这个第9问一样 基本上就是走马观花 把不同的一个 证券产品的发行条件 分别呢就考到一个细节点 但是它考到的这个数量 非常非常的多 增加了一定的随机性 那这个时候呢 对于我们的复习备考 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首先呢 先来看一下方案一 它说呢 发行一个期限 为18个月的一个公司债券 每张的面值呢 是100块钱 好那在这里 如果期限是18个月 那对于公司债券而言 我们的期限呢 是要求一年以上 所以这块18个月 面值100块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好那接下来 再看一下方案二 说公开发行的期限 为三年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好那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 应该呢 是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6 那在1年和6年之间 我们这个期限是3年 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呢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3个月后 可转换为公司股票 好那如果说 我们这个可转债 它这个转股期限 应该是自发行结束之日起的 6个月后 我们才可以转换为 公司的普通股 那因此 这个转股期限这出了问题 好那接下来方案三 我们呢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再测的股东配售 股本总额40%的股份 好那在这块就是一个配股 那我们配股的话呢 应该是小于等于30% 它就是一些关键性的数字 又发生了错误 好那接下来 再看一下第四个方案四 说我们呢 公开增发新股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发行价格不低于我们公告 招股一项书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的均价 或者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好那在这里 我们不应该是收盘价 而也应该是均价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它就是在一些 非常细微的这些小地方 来挖设一些文字型的陷阱 好那接下来方案五 我们是向15名特定的投资者 来定向增发股票 好那如果考到非公开发行股票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的数量应该是小于等于35名 好那在这里边我们是15名 没有任何问题 好那再来看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呢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80% 好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然后均价的80% 所以说这个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 都是符合呢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所以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方案六说公开发行优先股 并且呢在当年利润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时 才按照10%的固定股息率去分配股息 如果没有向优先股股东 足额派发股息的差额 我们呢自动累积到下一个会计年度 好那在这里边 其实出问题的不是这个可累基型的 而是这个分配的问题 也就是只要我们当年有可供分配的一个利润 就必须要向优先股股东来分配优先股股息 所以这块并不是说 我们净利润超过5000万元的时候 你再来分配优先股股息 所以说呢这个优先股的发行条件 也出了一些小问题 好那这块来看一下咱们的要求 说逐项去判断一下财务部提出的筹资方案 是否合规 那如果不合规的话 要简要说明理由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道题呢 也是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发行条件 来混淆在一起进行考察 但是所幸的是呢 我们这个第九问和第十问 虽然都是在考察筹资 但是呢毕竟财管和经济法 它是分开来出题的 如果说它把财管和经济法 再给你混淆起来 都混到一起去 估计很多小伙伴就绝对要疯掉了 好那在这块呢 就是2020年 我们这个第九问和第十问 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比较新鲜的一种考法 就是呢 把各种各样的发行条件 把各种各样的一个筹资的优缺点 全部给你混在一起 上一个大拼盘 那这时候呢 其实对于大家的要求 应该说是更高了 好我们简单的 带着大家快速的 来看一下这道题的答案 好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方案 是合规的 没有问题 好那第二个呢 就是可转债的转股期限 我们要求呢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的六个月后 才能够开始转为公司的股票 好那接下来第三 如果是上市公司配股 你配售的股份数量呢 不能超过本次配售前 股本总额的30% 好接下来第四个 那这第四个呢 就是公开增发新股 发行价格呢 不低于公告招股一项书前 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的均价 或者是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并不是收盘价 好那这个方案五是合规的 就是这个非公开发行股票 好那最后方案六 它是不合规的 就是呢 公开发行优先股 在有可分配税后利润的情况下 就必须要向优先股股东 来分配股息 好那关于2020年 关于筹资的这两道题呢 就给大家讲解完了 请大家下来之后呢 一定好好地去品味品味这两道题 那应该说呢 这两道题 它其实呢 隐隐地预示着一些新的命题的思路 和方向在里面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呢 万变不利其宗 大家呢 还是需要把我们前边讲到的 不同的这种筹资的类型 里面涉及到它的一些特点 它的一些发行条件 它的一些估值定价 你把这些大的方向 最重要的基础知识 我们在底层逻辑 给它解决好以后 那将来 不管命题老师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给咱们呈现出来 我们都是能够把它解决掉的 好那关于这一讲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